警方大聲呵斥 但駕駛就是不願意配合 竟然想要直接開走 警方趕緊衝下車 跑到車窗邊屢次勸阻 但男子隨即將車窗關上 警方只好拿出警棍敲破車窗 但車上駕駛就是抗拒到底 還倒車衝撞警車 原警趕緊拔槍射擊輪胎 15號深夜11點多 新北盧州中正路上 一輛黑色休旅車因為行蹟可疑 遭到新北市寶大警方攔查 但駕駛竟然拒檢逃逸 一路逃到城盧橋時 等停紅燈被圍捕 警方破窗想要攔阻 范賢就是不願意救待 原警連開四槍 駕駛仍然囂張往巴黎方向逃逸 警方擴大調閱監視器 16號晚間9點多 在范賢淡水朋友住處 逮到人 後續 我們會依照 毀損 妨害公務 同時從他身上 查過毒品的案件的部分 分別移送 新北地檢 以及士林地檢 來偵辦 逮捕當下 還在他身上搜出海洛英 將他帶回警局 作案車輛也停在警局外 可以看到左後輪還有明顯的射擊痕跡 不過當時警方在大馬路上 發現車輛可以掉頭追車 他卻加速開走 懷疑可能是持有毒品 心虛逃逸 但法網回歸最後還是遭到警方逮捕 記者許志銘 黃鈴薛 新北報導 樂整理 刀 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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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輪